婚礼时间三姐妹 L'E trois soeurs 她的创作者是亨利·马提斯 Henri·马提斯 她是野兽派当之武愧的领袖人物 一生都在做着实验性的探索 她认为艺术有两种表现方法 一种是照原样来模写 一种是艺术的表现 她主张后者 马提斯在色彩上追求一种单纯原始的稚气 所以她的画面 我们看一下三姐妹 她的画面是赋予装饰感的 她认为无论是和谐的色彩或不和谐的色彩 都能产生动人的效果 但野兽派时期 只不过是马提斯艺术生涯的一个短暂时期 她的独特风格主要是在野兽派之后 渐渐形成的 她向东方艺术吸取了许多平面表现的方法 从原来的追求动感表现强烈 到后来逐渐追求平衡 纯洁和宁静感 这副三姐妹就是典型代表 她现在保存在菊原美术馆 穿作时间是1916到1917年 那马提斯的话 她的艺术天才不仅是在绘画上面 她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雕刻家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